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老A大额的教练 教练你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大家好 我是杭州LGT大额主教练莱恩 莱恩教练你好 其实今天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 不是特别的如意 还是希望后面的比赛能够更好 那这儿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您 第一个问题其实比较有意思 就是今年的比赛都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大型的比赛 所以很多队伍在休赛期 都会有一些交易转会补强 您作为主教练 您认为这赛季 整个俱乐部的交易和转会 您满意吗 从人员的选择上面来说的话 确实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这些选手 也都是我们试询了很多次的 对 那目前的这个情况 您认为问题出在了哪呢 感觉他们还是不太熟悉 就是对 因为是刚过来 对吧 就是有点不太熟悉 互相逼此之间打法 各方面的习惯还不太了解 那这个其实任重而道远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其实 很多的俱乐部都会有一个非常人数 众多的教练组啊 来满足各个不同的需求 但是听说教练您这边的话 目前来讲是比较辛苦 要一个人身兼数值啊 是这样我们这边其实我们这边也是有数据分析师这些出交这些都是有对 那么希望教练能够加油啊 因为我们其实还蛮期待这赛季的老干爹大额的也希望能够在后续有更好的表现吧 那么希望您能够加油希望队伍能够加油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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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一下也是有数据分析师 都有 但是教练组的人数应该不是那么的完备 他说了呀就是这次的转会 他是满意的 但是还没有出效果 他是觉得这五个人可能还没有磨合到一个点上 但时间真的不多 因为可能在平台杯的时候 你就要去花这个时间去磨合了 但到现在正赛已经开始了 就能够理解啊 就是说新人整体来讲他觉得都不错 但是关键没有那么多磨合的时间 对啊 这个队伍现在目前来讲 我们就他现在游人员 他应该是有九龙的前期的 哦 应该是有江城的后期的 嗯 是 但是问题是谁把中期的这个大棋扛起来 这个很关键 就老男爹他们中期的节奏一直是沉迷的 而且这不是这一个赛季的问题 对 老男爹连续几个赛季 他们中期节奏一直沉迷 可能说军赵赛的时候 他在玩到蒙田的时候 老男爹有个中期节奏 军赵不玩蒙田的时候 老男爹中期节奏也没有 就实际上他们老男爹的一个中期 怎么去把这个前面的雪球滚大 或者说是怎么能够让江城发育这个事情 他们实际上是不太清楚这些事情的 就是其实整体配置看起来 确实是比打出来的要好的 对 对吧 但是好像没有打出那种预想中的效果 对 关于我觉得还是说游戏 整个赛季组吧 在游戏的中期 怎么去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过来的话 可能面临你的就是B组 然后紧跟着 到后面就是两个杯赛都打不了 这很可怕 很可怕 你想想那个休息的时间 太长了 对 所以我觉得我挺佩服这赛季的成都一季昌恶的 好 他这赛季真的是大换学 他连打法都换了 他真的是打法都换了 艾斯真的 他从一个宝射手的辅助 我们看到他变成了前两局那种大进攻非常坚决的辅助 好好好 没问题 那么我们就来采访一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来自AG常会的选手艾斯 艾斯你好 好久不见 老朋友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队双方艾斯 好久不见 我今天难得采访遇到你 我非常开心 我现在问一下我们几个问题 第一点是 今天赢了比赛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是蛮好的 毕竟我们新幕后的团队也需要一场胜利 还有个问题 这个赛季重新来到首发有走位的位置 然后队伍的配置也进行了一些变化 对整个现在队伍的整体的感觉怎么样 队伍还是不错的 就是大家都在稳步进步 然后就是这场比赛 你终于成为了你心目当中的进攻型辅助 这个打法是你自己决定说在场上 OK我们去这么打的 还是说教练的布置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可以评价一下你们的教练小兽吗 就是他到底在队伍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他的整个人给你们带来了一些哪些的帮助 我觉得小兽就是 怎么说呢 非常的棒 然后也是帮我们找问题 帮我们找问题 然后加快我们的模特 我觉得这个不是你想说的所有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应该比这说出更多的信息才对 他哪里棒 可以给我们细细的讲讲吗 他很棒 他哪都很棒 我觉得你也很棒 真的你也很棒 今天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很与众不同的东西 希望你们后面比赛能够打得更顺利 今天追回了整整三个小分 我们想好奇一下这赛季成都一场会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一步一步来吧 就大家能够稳步进步 觉得现在的目标主要是超越自我 因为我们其实平常表现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但是其实比赛打起来感觉还是畏手畏脚的 觉得我们首要的目标是需要超越自我 超越自我 其实今天不畏手畏脚 今天我们都认为你们打得非常的凶 非常的凶猛 看到你们这么打感觉要替你们非常开心 好的 那么不耽误你们的时间 希望你们后面比赛可以打得更好 谢谢 谢谢 拜拜 感觉他收敛了 你怎么想的 你怎么妄图把AZ的采访刨给问题的 刨不出来的 艾斯是刨得动的呀 你刚才刨得刨出来 他该回答的内容其实算是刨不出来的 他变了 他变了 他以往不是这样的 这是几个赛季的传统了 怎么可能让你刨出来 不方便透露是吧 对啊 不方便 没事 不过今天确实说实话 能够看到他在这里进入采访 要看到他今天的表现 作为一个老朋友 是 还是很替他开心的 确实就是 确实他们的一个打法 我感觉 就像我第一场说 他们虽然B3比0了 但是这个赛季的一季 绝对是有所期待的 因为他们真的 从头都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 对 改变非常的多 嗯 好的 那么也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努力 后面的比赛 虽然说时间比较紧 对 感谢观看